大家好,这次先把这个 雷锋公寓的这个打 然后 这个波士没什么厉害的感觉 也没什么注意的点,反正就是 我也没打算走无伤,反正五千伤害之类他可以算无伤嘛 不扣分就行了 然后 雷属性也没对嘛 先打吧,变打变说吧 第一回合 加个这个水呀 然后把这个 攻击魔力降一下 然后直接上一个锦杀 然后艾斯德 用这两个 把艾斯德用个减雷 然后又减上一个全塔 然后这里一个水杀 然后一个巨龙吐析 顺便打一下 这里 这都直接暖击,然后前后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2BA付个雷属性 反正没事 基本上都是单铁攻击,然后这个群体攻击,反正出门也会躺啊 第2回合 自己提防过来 直接就可以上这个雷了啊 直接就可以上这个雷了啊 这里 这里让这个 补一下 然后补一个群塔 再补个水身上 然后他这里用一个这个 把他的那个水属性增上的场域破掉 伤害都减了 然后暖击 再补一下 然后这里龙女把这个debuff下一下 下一个就是头啦 没什么能的 你怎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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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hypothetical.com 试试 看克朗德上一次打的高一些打了六十几我看差不多吧 然后看一下装备主要就是把兔妹这边对好其余的都对水上杀就行了这边把这水炕堆上去那我这边的冰炕我都没特意对 因为有那个龙女的120的冰炕还可以消那个他的鼠炕降的基本上冰伤是不会打到你的 这就是把水炕堆上去这边没什么好说的然后这边都是堆水生杀 这我都没配装 顶多把这个水生杀堆上去了 然后RB也是一样的把这个水生杀堆上去 装备都没配 克朗德还好他都好堆这个水生杀水面杀堆满的 大家直接认为吧